旁邊看左上角 這時候你的念頭 是用一個西藏的出家修行人 念頭可以完全調伏你的大象 所以中國人呢 喜歡用牛 做比喻禪中的 所謂的石牛圖 可是在直觀的過程 瑜伽式地論以及到金剛秤 藏傳佛教 他是用大象做比喻 因為印度大象是最尊貴的動物 接下來 你在定當中 你心很寧靜 慢慢你的夢境就會越來越少 妄念少 接下來在定當中 你就會像看錄影帶一樣 自自然然就看到過去式 以及甚至未來式 這是自然的 因為它是界定會的功德力 就像鏡子 舉個例子 假如你家裡裝潢 全部都是客廳都裝鏡子 你走到哪裡就會看到反射的光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一個自信的佛性 但是我們身上太多的灰塵 太多的污垢在這裡 刷都刷不乾淨 所以為什麼要誦經 禮燦念佛 透過這些的工作以後 你的心就像心如明鏡台一樣 所以老實說 我們各位大家還是要 時時情浮事 勿時惹塵埃 很多佛友都很喜歡講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不要講大話 你不是那個根性 你如果講本來無一物的話 師父不相信 打你一巴掌 看你會不會痛 你如果不會痛 我就會跟你頂禮 知道嗎 佛法不要講得太高 你按照久住心 你真的可以修到 最後看頭頂的時候 就是本來無一物 所以到時候呢 你當界定會的神通智慧 現前的時候 就你可以心可以駕馭白相 甚至可以在天空中飛 那時候你在跟我講 本來無一物 六祖惠能大師 他在中國示現的是 開悟的境界 是一個老太婆 連不用讀書 他都可以達到 那你怎麼知道 六祖惠能大師 前輩子多生多節 都是獎金的大法師啊 他只是示現給所有的眾生 因為有些眾生會說 哎呀 像安妮啊 安公啊 或老公公 老太婆 就覺得說 我沒有讀書 我什麼都不會 但你用功修行 你還是可以開悟的 他示現的是這樣子的例子 再接下來看 這下一張探卡 就畫得更清楚 更詳細 這是西藏久住心 止觀的過程 所以 你假如不學習佛法 你怎麼知道 你走到什麼階段呢 你也無法判斷 你現在看到的是 真的或假的呢 所以學習佛法是很重要 那有些人說 哎呀 不要執著嘛 禪宗是不立文字的 不要相信這些話 你不是那種根系 你不學佛法 都修成這個樣子了 那你不學 對不起 我講錯了 講太怪 你學佛法 都修成這個樣子了 你不學佛法 你還能修成哪個樣子啊 那你絕對是走錯路的 所以需要要修行 但是還是要依釋迦摩尼佛的教誨 去學習 那現在也有人會跟師父抬槓 哎呀 某某祖師怎麼說 聽好 祖師的話只是做參考 要依佛聖言量而做判斷 因為歷代的祖師 他都會依不同的時間 像我昨天推薦你 虛老和尚跟萊果禪師 但是他講的跟佛經不一樣 你要相信佛 因為佛是開悟的聖者 那淨土宗裡面呢 很多人也很喜歡拿 應光大師的話來教訓人 其實錯的 不需要這樣 你自己教訓你自己吧 所以佛弟子真正要多聲多解 認真的學習佛法 法的功德力 才能夠讓你得到解脫 法的功德力 才會像人生的燈塔 讓你走對路 接下來我總結一下 屬席 關席跟關照 現在科技很方便 我用圖片來幫助你 希望你印象深一點 看這一個 第一章 日本的禪宗 對不對 在寺廟裡 然後有一個人坐在那邊打坐 頭上當然花著個太陽花 意思是說你打坐的時候 你心中就會放光 你知道佛聖弟子 佛的聖弟子跟佛每天做什麼 每天早上他起來以後 他就是聽聞佛講經說法 然後中午去託坡 託完坡回來以後呢 他就靜坐 有時候呢 聖弟子像設立佛尊者 虛伏提尊者 或是呢 大的弟子就會為 其他的僧眾 再重複佛法研討 接下來大家都靜坐 那當然佛多在世的時候 所有的聖弟子善根都很深厚 都是晚上過午不時 所以傍晚的時候 所有的聖弟子都坐在那邊 禪修 思維佛的法意 唸佛 唸法 唸身 所以每一個人身上啊 都會放光的 就像你們現在看到的 Trainatown 對不對 元宵節 每一個人都有燈 身上都有一盞光明之燈 所以佛多在世的時候 每個聖弟子都很精進的 他不像我們現在 有這麼複雜的活動 可是每一個佛弟子呢 他都依照佛的教法 作為文師修而成為聖者 那大菩薩當然他會去不同的地方 去廣度眾生 所以蜀西觀 是任何一個佛弟子 不管修任何宗派 你都要修的 就算你念佛 你也先可以透過蜀西觀 先把你的心靜下來 然後呢你念佛的念力啊 會比較強 不然你就會像師父常常說笑話的 新加坡的念佛都是這樣子的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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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拿個掃法 孫的不要亂走啊 對不對 然後呢 不然就是一邊拿念珠 另外一個呢 就看寡語 念佛不是這樣子的 你根本都不懂念佛的方法 所以 蜀西觀 你可以注意聽 靜坐可以在誦經之前 先把心靜下來 或者 送完經以後 然後再靜坐 也可以 要在中間也可以 前 中 後 你可以自己決定 譬如說 假如今天法會 大家都來 聽經 為什麼要先靜坐 因為你把心定下來 你才能夠願解如來 真實意 從早上一直到下午 各位在家出家都很辛苦 你的心很累了 所以你把它靜坐一下 否則呢 你只有昏沉的就打瞌睡 不然呢 就是師父講的時候 你也繼續睡 等到迴響 喔 今天法系間 喔 師父你講得真好 希望你下次來 我問他 你講什麼 我剛剛講什麼 其實他也不知道 生命就是在這種 浑浑噩噩當中 它就過了 好 接下來 熟悉觀 它的效果 你的心就像 蓮花出污泥而不染 為什麼 因為這個污泥 代表我們貪嗔痴的煩惱 代表我們心中的煩惱 也代表外在五欲六成的誘惑 我們住這個世界叫做娑婆世界 這個娑婆世界有很多的眾生 也有很多的國家 但是也有橫河沙樹的人在修行 所以謙卑一點 修行的人不是只有新加坡而已 有天上人都在修行 有幽冥界的眾生也都在修行 有無量無邊的他方世界 你看不到的多元空間 不只有六度跟十度空間 都有很多人在修行 而且有些人都修得比我們好 所以你在這滾滾紅塵裡 你怎麼讓你的心生起正念呢 鼠習慣就像蓮花出污泥而不染一樣 你常常練習 常常練習 你的心念就會很寧靜 你心念寧靜的時候 你的智慧就會慢慢開 你做很多事情就比較不會這麼衝動 也不會隨著你貪嗔之煩惱 而做錯誤的決定 接下來 關喜 看你看念頭的時候 剛才講 不看數字 可是你會發現 你念頭的時候一定很亂 對 這是正常的 請看這張幻燈片 我選了一個 這個人在禪坐 他背後呢 就很多很多的念頭 對不對 妖魔鬼怪的念頭 惡念 妄念 通通都出現了 你真正關心自己的呼吸的時候 才知道 哎呀 原來我的心這麼亂 我從來沒有學佛之前 我也不覺得我亂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心都往外看 你從來心沒有轉過來 往裡面看 舉個例子啊 不要生氣 比如新加坡 只要放節慶的 Big Sale的時候呢 你看 Bookist Johnson 有大雪拼了 大折扣 然後呢 China Town 又有大雪拼了 接下來 Hubbard Front 又要去大雪拼 然後你的心就癢癢的 對不對 好像沒有拼呢 就好像是 你這輩子啊 過得很辛苦 對不對 你看 你的心都一直在想外面 這裡有打折 那裡有展覽 這裡有好玩的 那裡可以吃的 你的心都是在往外進 所以 大家就繼續輪迴 可是真正佛教徒呢 陳總講眼觀鼻翼 鼻觀心 外進是假的 當講外進是假的時候 他沒有否定它 而是說 你的心不要跟外進一起跑 你要反過來看自己的念頭 所以你來佛堂學佛的時候 看到莊嚴的釋迦摩尼佛 你覺得很恭敬 很虔誠 你看到觀世音菩薩 地藏菩薩 你會虔誠 頂禮 很好 但是時間很短 現在就是要把怎麼樣親近的心給他延長 所以 鼻息觀是很重要的 接下來 你看鼻息 鼻息的力量像什麼 看第三個 叫觀照 更深一層的時候 你看到自己的念頭 觀照其實就像蠟燭一樣 最後一天我們會點燈 請注意看這張照片 我特別找到 很高興 我們的點燈 鼻息觀的力量 就像點燈一樣 然後你會發現在傳燈的時候 假如有冷氣的話 或是冷氣口這樣吹 你看你這個燈就熄滅了 這代表什麼 你的心的念頭 就像那個燈火一樣 其實是搖搖擺擺的 你雖然也念經也念咒 其實你的心還是搖搖擺擺的 那風 這個L condition 這個風代表什麼 自己心中的煩惱 還有外在的煩惱 五欲六成的誘惑 所謂我們講夜風夜風 夜的力量就像風一樣 看不到 但是它是很可怕的 對不對 那假如你在點燈 傳燈 除了傳無盡燈之外 其實它還有另外用意 點燈也要互念你自己 心中 戒定慧的心燈 我們假如沒有 常常互念自己 你待會呢 點燈的燈就吹掉了 那你只好又要跟佛友再點一次 對不對 那最好的方法是 哪一個罩子把它照起來 這個罩子代表什麼 戒定慧的功德 看這一張 當你關照的力量 常常訓練的時候 你就會要像風中的蠟燭一樣 絕對不會被吹洗 在這蠟燭裡 你可以看到 大家都希望什麼 Love Happiness Success Health And Peace 你希望有人 有人的關愛 你希望有快樂 你希望自己的事業成功 你希望有個健康的身體 你希望自己學生活得非常的喜樂 Peaceful 可是問題是 這些都要從哪裡來 有很多原因 成功有很多條件 但從佛法的角度來講 什麼 要訓練你的心 控制你的念頭 這個才是真正的關鍵 Lude Foundation 才是真正的關鍵 接下來 假如你關照 假如常常佛友練習的時候 有時候你靜坐靜坐 不知不覺坐半個小時或四十分鐘 你會感覺好像 有人會跟師父說 師父我都覺得好像 我照在一團的佛光當中 對 沒錯 這就是你自信的光明顯現 很好 但是不要執著 看這張照片 這個人他在靜坐 他就感覺呢 自信的佛性就現前 就像佛像 所以有些佛像是外來的 佛菩薩當然會加持你 可是當你在禪坐的時候 我念佛的時候 念咒的時候 其實你自信當中的佛性也會現前 比如說你修觀音法門的 你自信的觀音 大悲心也會現前 你修地藏法門的人 自信的大願力也會現前 所以你有時候會感覺自己呢 就好像坐在一團光裡面 很好 不要執著 也不要去怕 也不要去抓著它 唉唷 It's so nice Tomorrow I want to test again 不要 明天可能就沒有了 所以禪修它一定會起起伏伏的 這是自然的 有時候你生病的時候 你的禪修功夫也會退 你最近呢 業障現前的時候 發了脾氣或跟人家吵架了 你的禪修也會退 那這樣最近呢 你假如非常的用功 念佛 誦經 比如說有些老菩薩退休了 時間比較多了 那你就會覺得 哎呀我最近這個月非常發喜 可是一回去做工的時候 你就很累 對 這是自然的 因為禪修的功德力 跟你自己投入的時間 是成正比的 所以講實話 什麼叫出家的功德 出家的功德 就是把完全的生命體力 投入去學習佛法 去禪修 去羞恥 去誦經 去做真正有利益眾生的事 對不對 出了家 它的功德是要讓你提供這樣 出家不是讓你想像的 就是到處去畫 你出了家受眾生的供養 你就應該好好的深入經上 學習佛法 昨天我講莊嚴的那個故事 對不對 佛弟子什麼叫莊嚴 調伏你的煩惱 成為聖人 這個才叫究竟的清淨與莊嚴 好 接下來 假如你常常觀照 常常練習練習 你的心慢慢就會擴大 對 浩瀚無來 然後像廣大如虛空 像天上的藍空 藍天一樣 對 我們的心很小 你看 每天就是在哪裡 上班 工作 老公 老婆 孩子 上班 工作 老婆 老公 孩子 你看 你的心就這麼小 再怎麼樣 你也是在新加坡 可是真正修行的人 他心量慢慢擴大的時候 他會想到整個無量的法界 這個世界也不是只有地球有眾生 有無量無邊的星球 有無量無邊的眾生 所以 才苦口婆心 現在新加坡人要念普賢行願品 因為為什麼呢 他一念的時候就是 淨虛空遍法界 十方三世 一切的佛國土 你的心量就會擴大 同樣的禪修 慢慢的從蜀習 觀習跟觀照 到觀照生的功夫的時候 你也會得到這個力量 你雖然坐在家裡 你的家裡很小 或坐在佛堂 但是你的心呢 是跟整個虛空 跟法界結合在一起的 再看 慢慢呢 你的心剛開始會像瀑布一樣 像河流一樣 慢慢的最後就變成寧靜的大海 甚至是沒有波浪的大海 這張就是中國的長江三峽 你看 你的心量會廣大無邊啊 對不對 這時候你就會發起廣大的願力 什麼願力呢 一 生命很短 我要精盡羞恥 二 眾生很苦 我要盡心盡力的去幫助他 第三 你就會真正的護持佛法 弘揚佛法 在家出家 都要同共一起發心 假如你不透過這樣學習 好 師父還是要提醒你 生病的時候 夜裡會現前 發了脾氣的時候呢 夜裡還是會現前 得了癌症的時候呢 夜裡還是會現前 那斷氣的時候就會很苦 好 接下來再看觀照 觀照假如你身功夫更深更深眼 請看這張照片 你就會看到呢 像胡的倒影一樣 過去 現在跟未來 你自自然就會明了 當然有些情況 你可能要問善知識 你才會知道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跟禪修的善知識學習 或是跟懂經論的善知識學習 也是很重要的 這只是說明說 在禪修當中一定會有夢 但是你怎麼判斷 夢是真跟假 是虛妄的或是真實的 是有意義的 還是沒有意義的呢 再更深一點 舉一個例子給各位看 中國近代薰老和尚 這是他120歲的照片 你看 他昼夜都在禪廳裡 所以可見 中國的大乘佛法是很殊勝 佛弟子只要精進 他是可以做得到的 接下來你看 徐雲老和尚120歲火化以後 他的設立子 像水晶透明一般 對不對 雖然我們講不要執著 可是佛法講這個設立子 是真正你修界定慧的功德 對不對 你真正修行呢 你看 徐雲老和尚的設立子 現在就還在人間 所以你就會感受到 我們應該好好的像 佛菩薩還有歷代的高僧學習 再看下面 淨土中的映光大師 雖然他念佛 念佛也是提倡新地法門 透過萬德鴻明的功德 仰仗自己的自信 我昨天講佛力 法力跟自力 仰仗佛力的加持 跟萬德鴻明的加持 你看他火化以後呢 也是很多設立子 設立子只是一個修持的表真 雖然我們不要執著 但是我們要理敬而讚嘆 為什麼呢 因為各位可能 你就燒不出設立子 可能是燒一多骨灰而已 門的業也不同 接下來再看台灣 最有名禪敬雙修的廣青老和尚 你看廣青老和尚在世的時候 他其實炯炯有神的 他晚上可以不用睡覺 就坐在那裡 所以心清靜的時候 你要妄念少 睡眠自自然然就會少 所以不倒單 不是強迫自己 而是你自自然自自然用功的時候 妄念少 心清靜的時候 他就可以成就無量的功德 好 接下來請看二十九頁 幾三 二十九頁第十九行 幾三 迎迎迎迎迎迎 我說過 上根性的人是修禪定 修屬席的 你不要生氣 這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 中等根性的人 開始學幾二 二十九頁幾二 開始學誦經 念經 拜禪 那很好 慢慢學 可是你慢慢學的時候 慢慢學得到你心 禪除業障業障了以後 譬如說你多拜禪 比方說我在台灣 商業經濟 我也帶我的學生拜大悲禪 對不對 我們足足拜了一年的大悲禪 後來到場就搬遷 為什麼 我觀察到現在很多的佛教徒 不過你在家出家很想學佛 很想改變自己的生命 可是沒有基礎 沒有基礎是什麼 第一個 懺悔業障 那在中國 懺悔業障有很多方法 第一個 拜大悲禪 梁黃寶燦 藥師寶燦 金剛寶燦 都很好 師父都一定理盡 因為這個都是 釋迦牟尼佛 經過中國的高僧 然後呢 而弘揚的法門 他有很多的經文 然後很多的佛名 有咒語 所以讓你去拜禪 拜完禪以後 你業障禪除了 你慢慢就可以修得定 但是有些的蓮友呢 就是工作很忙 然後也不可能來參加佛學班 也不可能來聽聞佛法 那怎麼辦呢 那第三類的 就是要他開始發心吧 發心 修福修慧 請看 己三 迎福夜輪 看幻燈片 學佛要福慧雙修 舉個例子 你說看到一個蓮友 對不對 他就很忙啊 煩惱很多啊 他也不懂什麼 但是你可以叫他來佛門裡啊 對不起啊 師父沒有看清說沒有念書的人 每個人的福德因緣不一樣 念書的人有些很聰明 但是煩惱也很多啊 有些沒有念書的人 他很善良啊 對不對 佛門裡面要做義工啊 你可以叫他來幫忙打掃啊 現在法會到了啦 來幫忙排椅子啊 他只要在佛門裡面呢 修福修慧 他就會累積功德 聽好 成佛 釋迦牟尼佛是百劫修相好啊 千福修莊嚴 學佛不是想你想想什麼都不做 學佛啊 是要做菩薩之前啊 是要做牛做馬 什麼都要做啊 師父就是屬馬的 可憐的我 聽說正言法師 慈濟功德會的正言法師 是屬牛的 所以你不要認為啊 都什麼都不做 你以為什麼都不做 這是呢 你懶惰懈怠的習性 那是中國禪中 禪中的主師要開悟打坐 他還要在廚房裡為大家煮飯啊 請問 你現在煮飯你歡喜嗎 一般人喔 煮飯都很辛苦啊 對不對 尤其在新加坡 也不太喜歡煮飯 對不對 因為三塊跟五塊新幣呢 就可以買個栽米粉了 就解決了 在家裡你煮飯 你是煮給家人吃 當然你作為太太 或是家人 你孝順家人的責任就是很好 應該做的 佛教徒來寺廟 供修或上課之前 也應該把飯煮好給自己的家人吃 若不能你也要把它處理好 好 那來了佛門 佛門以前禪中第一個修福報 最大的福報是什麼 到廚房去煮飯 你煮給所有修行的人 像幾方說在西藏 對不對 黃教啊 色拉斯 幾千的出家人 五千人 甚至還有七千人 都是要在煮飯的啊 為什麼 你供養廣大的眾生啊 所有人都在修福 當然他有制度會輪班的 所以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福報 所以各位要生歡喜心 請寫下來 修福報之前 第一個要生歡喜心 不要動不動就說 為什麼他不做我要做呀 對不對 不要動不動就跟會長或主席說 我不會 你叫他做吧 你不是要修福報嗎 那現在呢 主席啊或會長或師父 給你一個機會 你應該很感恩啊 我記得我大秤出家的師父就跟我說 新鴻啊 出家就是要修福修會 你要歡喜心去做 我各個部門都做過 你絕對無法想像 師父也可以下廚呢 可以煮三百個人飯菜的 但是真實不要叫我主 我現在老了 我以前是真的磨練這樣過的 對不對 你要修福修會啊 哪像很多年有 哎呀 這個我不會 那個我不行 這個我不學 你最沒有福報了 生命很短啊 對不對 你要修福修會 什麼叫福 注意聽 新為大眾服務 就是有廣大的福田 你不用去做給別人看 你念念的為佛菩薩眾生 為眾生做 不論呢 是在家 或在公司 或是在寺廟 你抱著一個為大眾服務的心 就算他不是佛教徒 他福報也是很大 福報不一定是指做慈善事業才有福報 你常常存一個心 為大眾所有人服務 你常 這就是福報 第二個 常常為別人想 著想 這就是最大的福報 我們人很自私 就是為自己想 對不對 我只是舉例子不要介意 要謝謝義工菩薩 招待大家 也提供水 也提供 廚房也是很辛苦啊 對不對 他們很歡喜啊 大家難得來聽經 各位做工 從早到晚很好 他就提供給你 我們要感恩啊 對不對 他們的福報是很大的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寬基念佛當的所有護法幹部 每個都是越來越圓的 肚子也越來越凸的 將來每個都會變彼勒菩薩的 所以我們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謝謝謝謝 不然他排鞭要做工 下了班 他為什麼要苦口婆心 又趕來要做義工呢 他們是沒有錢的 他們是為這個道場而奉獻的 他們很歡喜啊 所以很好 為什麼 趁著年輕的時候 你修福修慧 你到老的時候就會有福報 你老你不用怕 我這幾天呢 來會課的時候我也發現 新加坡的老菩薩很容易擔心的 怕很多 怕死 怕生病 怕癌症 怕這個 怕人家討厭他 怕這個 怕這個 你怎麼有這麼多怕 表示你學佛 病心沒有很寧靜啊 你怕什麼呢 當然適度的擔憂是這樣 但是不要過度的擔憂 昨天講福慧要雙修 我昨天引了大制度論 請看右邊那隻白象 對不對 修福不修慧 大象掛陰落 出自於大制度論 國王的做起出去呢 就是福報很大 可是他是畜生 修慧不修福 羅漢脫空波 你看這張圖片裡面 是天上的天人 他都是福報非常大的 天上人為什麼相貌很好 為什麼天上人走的時候 都不用搭車 可以用飛的 這是他修持戒 跟禪定 歸一三寶 跟護持三寶 跟護持眾生的功德 所以佛教從人間 往上數第一層 四大天王 接下來有二十八成天 各位要看二十八成天 可以自己去看相關的佛教書籍 我沒有時間在這裡講 所以你每一層天的人 福報相報都非常的大 而且他們壽命都很長 甚至在天上的天人 天上的時間 跟我們人間算法不一樣 所以天上的天人 很多人都見過釋迦摩尼佛 雖然我們講印度 佛陀是兩千七百多年前 在入念 佛教已經兩千七百多年 兩千七百多年 兩千七百多年在天上 有些人只是一個禮拜而已 兩千七百年前 他見過釋迦摩尼佛 他也從天上做著大寶蓮花 拿著香花燈果竹 去供養釋迦摩尼佛 他也聽過佛講經說法 天上的天人福報夠的 隨時也可以見到彌勒菩薩 為什麼 自己修來的 佛教是講自作自受的 好 那現在有個問題 修福報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其中護持佛法 跟弘揚佛法是最大的功德 就像我昨天比喻說 就像一盞燈 蘇油燈快沒有了 誰願意把加蘇油燈 那他就會讓燈繼續點下去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當末法時代 你不要去在乎 基督教 天主教 回教很興盛 他有他的修行 我們自己要出輪迴 對於自己的正法 應該要很堅定 但是佛教徒要更發心 要團結 要和和互之 所以在末法時代 做功德的方法有很多 誰能夠弘揚佛法 互持正法 跟如理如法的修行 你就是最大的功德 至於做很多的功德 有很多方法 請看幻燈片 建設立塔也是功德 舉個例子 佛在世的時候 有福報的人 文武百官都可以出錢 那沒有錢的人怎麼辦 你們想過 沒有錢的人他怎麼修行呢 注意聽 沒有錢的人拜佛 或是繞塔 他可以出自己的體力嘛 比如說我這個人沒有錢 我到寺廟裡 也沒有錢點香 我也沒有錢點燈 可以啊 我用我的身口一拜佛菩薩 一樣他可以撐住業障 還有 鼎立佛菩薩以後 在大殿裡面 按照佛像繞佛 七遍或三遍 或是繞設立塔 貧窮人就是這麼修 所以在藏傳佛教裡 非常重視建設立塔 設立塔有無盡的功德 其中有一個功德 就是可以讓貧窮的人 也廣修無量的善根 對不對 在新加坡可能很難看到有設立塔 大概雙齡寺 對不對 有一個 很莊嚴的塔 對不對 我曾經在那邊講過 法華經某一品 對不對 所以每天去繞塔 繞塔 它有它的功德 為什麼呢 因為設立塔 是象徵佛的法身住室 或是色身設立子 所安住的地方 那在原始佛教裡面呢 佛是不准聖地子造佛像 所以原始佛教裡面 佛滅渡以後 大概是用什麼 菩提樹葉 法輪 還有佛的腳印 還有設立塔 四個來象徵佛法 所以你看到 泰國斯里蘭卡 南傳佛教 乃至新加坡 也有斯里蘭卡的廟 師父也參觀過 對不對 他們用 可是倒用那個四個 我再講一遍 就是佛的腳印 菩提的樹葉 還有法輪 還有第四個 就是設立塔 象徵著佛法的標誌 因為眾生總是要有標誌 它才會升起禮拜的恭敬心 到了大乘以後 就雕佛菩薩的形象 像華炎三聖 想雕大悲觀聖音菩薩 或是教地藏王菩薩 所以眾生供養佛像 或供養三寶的寺廟 也是很大的功德 再看日本 這個是藥師佛的十二藥叉的佛塔 好 請專心聽 我會講快一點 今天我要講到東密 有人講的 嚴命地藏菩薩 所以這個是藥師佛的十二藥叉 你看 它有十二個石頭 然後呢 它也建立一個塔 對不對 所以出錢的人 也有很大的功德 然後呢 沒有錢的人也可以呢 按照禮拜 然後供香花燈果竹 乃至於繞塔 好 所以 幾三迎福夜輪 請看更一 請看二十九頁 第二十行 善巧勸化 烈根的眾生 釋迦摩尼佛對 所以地藏菩薩跟與會大眾說 善男子 雲何如來 修迎福夜輪呢 有些眾生啊 他根基非常的奴頓 從來生生世世呢 心也很不好 也沒有做過一些善根 也從來沒有幫助過別人 一生就這樣糊裡糊塗的過 然後他智慧非常的偉劣 而且呢 動不得心很懶惰很懈怠 很懈怠 很容易失去正念 染濁的種種的世間 食衣住行 吃喝玩樂的受用享受 所以呢 真讓好朋友勸他 他卻不相信 他卻遠離善友 比方說 我在新加坡 我就觀察到 很多這樣的 比方說 馬來西亞來的工人 或印度尼西亞來的工人 來自於印度的 或是Bangaladeshi的人 你問他 他來這邊 他就是做工啊 每天做完以後嘛 就看電視啊 打牌啊 喝酒啊 你問他你來這邊多久 working permit for two year 然後他來這邊呢 就是做工啊 事實上他們遠離自己的家人 跟小孩 他們也很可憐 他來的就是因為 新加坡這個國家 有福報 做工的機會比較好 匯率換成了印度幣 或Bangaladeshi幣的時候呢 他錢比較多啊 可是呢 他們呢 很多人是不觀察 心不太好 脾氣也不太好 也會佔小便宜 然後老闆來了呢 老闆一走 通通躺在那邊睡午覺 對不對 懈怠啊 懶惰啊 然後呢 整整有利益的時候 他會刷謊 也會欺騙你 也會呢 占小便宜啊 你看 這些眾生呢 就是根基愚鈍啊 沒有眾善根 那至於到佛門來怎麼辦 注意聽 叫他燒香 拜觀音菩薩 跟地藏菩薩 注意聽啊 注意聽 地藏法門度無量的眾生 所有的眾生 那對這種 很難度的眾生怎麼辦呢 地藏經講 若有眾生 一燒香 一鼎禮 一合掌 一春念 地藏菩薩 生生世世都會度你 但是你必須要有這個虔誠心 舉個例子 以前我在石頭山元光寺 當時元光寺也是觀光聖地 現在也是 有很多外國人來會爬山 爬山很慚愧的說 全寺廟裡只會我講英文 所以有時候外國人來呢 他會吃個飯 那我們也免費給他 有時候他也會掛單 接下來呢 他走的時候 我一定會叫他去地藏店 點香 燒一下 他說Make a wish Then your wish you can be true 然後他就問 我這個意思是說 你請洗個院吧 我就燒一支香給他 對不對 然後希望你的願望會有圓滿 他就問我 我是一個願望呢 還是很多願望呢 我說 Much as you can As you wish 你可以學很多很多願望 然後他就在這邊 然後我就念念 他點香 我講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 請你慈悲放光照著他 希望他未來是能夠學習佛法 師父是有很多這樣的方法 讀外國人的 後來慢慢他回到國家以後 他碰到灌難的時候 他會想到地藏菩薩 他想到在台灣還曾經燒過香 所以慢慢慢慢他就生命會改變 當然他們還有他的業力 但是你想要一個西方人 要能夠拿香而來拜地藏菩薩 這是要有很多善巧方便的 所以各位不要跟我說 哎呀師父 我的老公是沒善根了 不可能度他的 因為你根本不用心 對不對 你用一點心嘛 多關懷他 當然不用強迫他 慢慢來 對不對 眾生自己很難度 其實家人是情質在一起 其實也很難度的 但是呢 對於一些沒有善根的眾生 又很盧頓的懈怠怎麼辦 第一個先叫他遠離惡友 清淨三寶 第二個請看更二 引導情修福慧 釋迦牟尼佛說 我當安置如是的友情 叫他修福修慧 迎福業 就是做福很多 比方說叫他做很多佛法身有關係的事 比如說這個人很會造像 你可以請他來為佛教做海報設計 真會懂電腦 請他來幫忙圖書館 這個人阿公阿媽他不會 請他來幫忙掃地做義工也可以 對不對 有些老菩薩很會煮飯 對不對 做的手藝很好 到廚房去幫忙也可以 就算你不會煮 幫忙挑挑菜 你也是英文講participation 你最重要是參與佛法身三寶的事 慢慢的呢 釋迦牟尼佛還會請清教師或鬼飯師 慢慢他教佛們的禮儀 學佛的道理 以及為他講佛教的教法 善男子是名為如來迎福業倫 好這裡迎福業倫我做一個總結 第一對自己要修福修慧 第二對其他眾生從來不要捨棄他 你要呢能夠幫助他幫助他 讓他呢在佛門裡面種一點點善根 做各種事情都好 讓他為三寶種福田 這樣子他慢慢慢慢慢慢的就會有福報 慢慢慢慢他碰到困難 只要他還想到觀音菩薩 地藏菩薩或阿彌陀佛 乃至想到釋迦牟尼佛 所有諸佛菩薩都有神通 會看到過去現在未來 當他在緊急苦難的時候 他就會放光 然後解決了他的困難的時候 他就會對三寶生起信心的 而不要等到說 人一定要得了癌症了 再來求師父 你家呢已經變成有植物人了 再來求師父 其實那時候都比較晚 不是不可能 後面我會講 嚴命地藏王 你拜地藏菩薩 但是要非常的用功 很真誠懇切 而且呢要誦經念佛念之後 甚至要做廣大的功德 地藏菩薩也可以轉你家人的業 如果轉不了的話 他也會讓他這一生痛苦 長痛不如短痛 而早一點去投胎 好 接下來看三十頁 更三總結佛倫原成 好 我花了兩三天的時間 講到這裡 因為這一段是很重要的 請看更三 總結佛倫原成 善男子 我釋迦摩尼佛如是宣說 以及轉著第二佛輪 由此輪固 以其佛無上 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呢 了達一切因緣果報 可以得到業力法則的智慧 可以得到下面的利益 請看幻燈片 A 如實了之 一切的友情 他多生酌結的因緣果報 他都清楚 請看幻燈片 我有加上標點 也就是說 修地藏法門的人 你慢慢修慢慢修 蒙釋迦摩尼佛跟地藏菩薩的加持 你對一切的眾生啊 過去 現在 未來 你會很清楚 簡單的說 就像你眼睛啊 戴一個很高度的顯微鏡一樣 眾生看不到的 你可以細微地觀察到 但是你要有正 正知正念的心 而不有邪念的心 現在很多佛友會相信一些外道 哎呀 我告訴你 我指點你一下 哎呀 我告訴你 我知道你的前世 其實有很多是瞎掰的 你不要亂相信 假如他真的能夠指點你 那為什麼他自己 不能指點他自己咧 沒想清楚嘛 對不對 其實一般人 這樣子的講 其實有些人比較複雜 都是有世俗的利益 都是騙財色民實稅的 但是真正修地藏法門的人 或是呢 真的如理佛法的佛弟子 尤其是念地藏聖號的 注意聽 特別呢 對於因緣果報會非常清楚 對自己的因緣果報 可以透過夢境去了解 對別人的因緣果報 他也可以透過呢 禪定力而去了解 請看下面一段 B 隨眾生的所應 各同的根境 而立三種輪 三種輪就是前面我們講的 三種輪 修定業輪 修習送業輪 修迎福業輪 你就會依眾生不同的根性 不同的 就像老師教學生一樣 不同的根性有不同的方法 慢慢引導他 鼓勵他 雖然這個過程當中 他一定還會起起伏伏 業力也會變 可是在緊急古誕的時候呢 佛菩薩會互念他 那慢慢他就會對三寶 升起信心 所以下面講 成熟一切 所化有情 得安穎住 你的身心就會安穩 不會害怕 得無精口 不會驚嚇而恐懼 甚至呢 走到哪裡 你都得無所謂 在這裡講精口 反過來說 有些佛友 最近幾天我會課的時候 我就常常覺得 他會跟師父講 師父我常常聽到很多奇怪的聲音 師父我就覺得 我辦公室那個人 動不動就看我不順眼 他好像有下降頭 師父我就覺得 我家旁邊住的馬來人 我家裡通通都是鬼 我跟他說 你真是見了鬼 那些都是幻境 我再講一遍 學校佛教徒的人 不管修任何法門 你真正如理如法修盡 一定會心得安穩 你不會恐懼 你會常常覺得恐懼不安 你要懺悔 這是你的業 真的有一點點重 其實不只很重 很重很重 你的妄念太多了 希望你多拜觀音菩薩 也拜地藏菩薩 念佛念咒完以後 真的請你念二十一遍的心經 好嗎 真的你念 你念就會改變 不然你懂一懂的看 總是別人不順眼 舉個例子 假如你真正心中有恐懼不安 舉個例子 現在讓你來會客 師父倒杯水給你 我突然轉過來拿原子筆 然後拿一杯水 你就會說 師父你剛才在水裡面放什麼 你看這就是妄念 我剛才根本沒有 我只是轉過來拿筆 跟你談而已 水啊 師父真心的 你怎麼會想到師父會在水裡面 放毒要害你呢 這個是很大很大的惡業 就是說他惡念強盜 他看一切人都很恐懼 現在很多精神病跟憂鬱症 就是從這裡來的 為什麼 因為他產生幻覺 他都覺得別人要害我 那個人喔 你看他一進辦公室 他跟老闆說什麼 就在旁邊聽 他一定要破壞我的計畫 人家哪有那麼多的賢講你的八卦 每個人都很忙的 所以你常常會恐懼不安 事實上你心中有幻覺 注意聽 這樣的眾生 請你在地藏菩薩跟觀音菩薩面前 為他點燈 真的 因為地藏菩薩不可能沒有緣 無緣而幫助你 雖然地藏菩薩像太陽一樣 山河大地所有的眾生都能照 可是你一定要有眾生齊傾 有緣 他才能夠放光加持你 就像舉個例子 對不對 你要有插頭嘛 插頭插到電階以後 他燈才會亮嘛 你沒有插頭 你看燈泡買來 突然就會亮嗎 沒有啊 燈泡一定要放在燈管裡面 而且要有插頭還有開關 你按了以後 他才會亮 同樣的 你要祈求佛菩薩加持你 你要有緣 什麼是緣 你要懺悔 最好的方法真的是點燈 因為點燈是所有南傳北傳藏傳 最容易做的 而且點燈發願的功德是很大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這三五年 到所有任何的演講 包含在台灣 新加坡 我甚至到馬來西亞 我看到眾生都很苦 你都是業障蓋住了你 然後我知道你很苦 師父也很想幫助你 可是最好的方法 你要自己誦經羞恥 但假如你發覺這個家人真的很可憐 病重很多 又有憂鬱症 又有幻覺 甚至有些公婆 對不起 有些家婆或是公公 你跟她講話 她也不相信你 對不對 比如說你想修慈悲心 買東西 對不對 給婆婆吃 婆婆說 走走走走走 你大概就是要毒死我的 你要跟我搶兒子的 對不對 其實她是恐懼不安 那你就為你的婆婆點燈 念普賢心願品 念地藏菩薩 念觀世音菩薩 真的 她會慢慢改變 不要急 你不做 永遠都不會改變 了解嗎 所以我再做一個總結 真正修行的人 心一定安穩 她也不會有恐懼不安 恐懼不安來自於你的幻覺 對不對 恐懼不安的話 她甚至會幻想 每一個人都會殺她 你知道嗎 現在人真的很可怕 對不對 家裡廚房裡面都有刀吧 都有菜刀 所以如果一個人發飆的時候 你知道 你最怕的是什麼 你只要把刀藏起來 因為你不知道她隨時 半夜呢 不知道她會不會呢 就這樣 站在你的床旁邊 很恐怖了 對不對 是不是 你不用去怕 碰到苦難 你就念地藏菩薩 念觀音菩薩 為自己 也為你周遭苦難的眾生而做 好 這是很重要的 希望各位真心 為自己的家人 而為他做這樣子的 功德 接下來 西請看 換燈片 真正修地藏法門的呢 可以降魔外道 吹諸天魔 外道邪論 所以他不會走錯路 好 假如 各位教各位一個方法 不好意思 最近幾天很多人又來問我 降頭的問題 哎呀 我可以真的擺那個攤布 師父可以不用講佛經 來呀呀 天靈靈地靈靈 我來幫你看 不是這樣子的 沒有錯 這個問題很複雜 在 我覺得很奇怪 師父先不要生氣 我發覺在 新加坡 馬來西亞 跟印度尼西亞 這三個國家 特別多 香港也有 台灣也有 但比較少 因為台灣佛法很興盛 台灣當然也有道教 也有民間宗教 但我發覺新加坡的人 常常都會有這種困擾 什麼困擾呢 同在一條街 他賣玻璃 我也賣玻璃 他生意呢 不太好 我的生意很好 然後人家就不高興 然後呢 就會呢 想要破壞你 人都會有嫉妒心的 就會說 就會說像降頭 今天呢 有幾個呢 也會問師父 你看我有沒有 我說你有什麼 師父覺得 好像很多人要害我 我說你長得這麼莊严 這麼安全 沒人會害你的 是不是 他總覺得很多人對他下降頭 其實這個也是幻覺 那降頭是不是有呢 答案真的有 降頭因緣果 其實老師說 做降頭的人 將來都會多地獄 惡鬼跟畜生的 很可怕的 所以他一定要有因緣果 所以一般降頭的人 是要拿你的頭髮 拿你的衣服 或是你的指甲 或是你的深層八字 所以不要輕易告訴一些 不相信的人 給他這些東西 尤其呢 人與人之間 為了爭男朋友 跟女朋友 也用降頭 其實這些都是不好的 那甚至呢 婆媳之間呢 為了搶一個兒子 兩個呢 也找不同家的降頭 一起降 那是更愚痴的 你為什麼要做這些呢 好 那現在我們是一個 正信佛弟子 注意聽 你真正的 歸一三寶 三寶有三歸一五界的界體 你就不會碰到這個 對 他真的不會有作用的 你念 觀世音菩薩 或念地藏菩薩 力量會很大 因為佛的力量 一定大過於魔 注意聽 不可以生稱恨心跟報復心 比如說人家要下降頭 然後呢 我就唸 然後把他報復回去 不是 你應該要講 哎呀 他就好可憐嘛 生意做不過贏我嘛 對不對 那還要去下降頭 其實他很可憐 你要升起慈悲心 觀音菩薩 請你加持我 我希望不要受傷 同時我也希望他 找一點覺悟 你應該對下降頭的人 升起慈悲心 慈悲三妹的力量會很大 他就不會對你有作用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 不要去相依相依這些 我在覺得新加坡真的是這樣 常常呢 有很多人為了要發財 他中馬票了 我沒中馬票 他的聲音比我好 然後就開始下降頭 我跟你講 下降頭 將來都會多地獄惡鬼畜生 我們要講的要嚇你 萬歲萬歲萬萬歲 都在地獄裡出不來的 你念觀音菩薩也出不來的 為什麼 因為你的業沒有進 你過去傷害眾生的業 你要加上幾百萬倍 甚至幾千萬倍去還的 所以 做一個佛弟子 你心要正一點 不要怕 也不要有報復人的心 而應該生憐悯的心 你繼續念觀世音菩薩 繼續念地藏菩薩 甚至假如你覺得 你的鄰居真的對你很不好 那沒有關係 不要告訴他 鄰居你總知道他姓什麼吧 比如姓王 王某某就把他點一盞燈吧 希望你頭亮一點 你不用跟他講 你是指真心的 因為你跟他講 他會覺得 你是佛教徒 你是不是對我做些什麼 你會增加人家的懷疑 不需要 你就真心的 所以 所以這裡講 修地藏法門 第三個 可以摧拭天魔外道邪論 而且轉大法輪 大範輪 身心都很親近 叫做成大範行 而且會如實的了知 因緣果報的因果報應 好 在這裡我突然想到一個例子 一個佛友 你不要介意師父用你的例子做比喻 但我不會講名字 只是希望用你的故事 來鼓勵大家 曾經在座有一個佛友跟我說 他昨晚有一個十八歲的小孩 四年前突然跳樓自殺了 他這個孩子很孝順也很開朗 可是他總覺得他跟我講了一些 他跳樓之前一些奇奇怪怪的現象 就半夜突然不睡覺 都站在窗戶外面 然後在廚房就看到他是一半的鬼 好像不是臉 不是人 雖然這些不管真跟假 結果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就跳樓了 跳樓以後他突然問我 師父怎麼辦 我的兒子非常非常的善良 十八歲就跳樓了 請問他在哪裡 當然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教了他一個方法 注意聽 求地藏菩薩 好 師父也發願為他點燈 送經 喪結經社也會幫他送經 好 求地藏菩薩 就是說呢 你為你的孩子點一盞燈 每天都點 然後共襄 然後呢 我教那個禮佛有一天唸一千聲 我鼓勵他多唸一點 唸三千聲 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 然後呢 求地藏菩薩 我捨不得我的兒子 地藏菩薩 你帶我在夢中 去見到我的兒子 我要知道他為什麼跳樓 那地藏菩薩就會帶你去 注意聽 這是的確的 在地藏經有寫 地藏十輪經裡面有寫 因為我們人生對很多東西會迷惑 當業力現前的時候 我們的心都碎了 我們會很想知道原因 沒錯 地藏菩薩就會加持你 讓你看到過去的因緣果 這是真的 然後你也很懷念你兒子 你可以你拜地藏菩薩 我叫他連續念六個月不要中斷 求地藏菩薩 有一天做夢 地藏菩薩真的就會在夢中 帶你見到你的兒子 跟你兒子的靈魂講話 你就知道為什麼他跳樓 那他在哪一個世界裡 這是的確的 再次我講一個故事 我在Part1有講過 但是這次有新的佛友來 我再講一遍 在座也有一位佛友 見過我很多次 他是馬來西亞人 來新加坡工作 他單身是男生 他跟爸爸媽媽 兩個人關係就很奇怪 他對爸爸好一點 媽媽吃醋 很奇怪 媽媽會吃他的醋 他對媽媽好一點 他爸爸也吃醋 對他發飆 所以他常常夾在 爸爸媽媽兩個之間 他是單身 很孝順爸爸媽媽 他在新加坡工作 他很喜歡觀世音菩薩 我就叫他拜觀世音菩薩 其實觀世音菩薩也救過他 師父在法座上講的故事 統統都是真的 我覺得不會打妄語 我是真心鼓勵你 結果他就問我說 師父我覺得很奇怪 我看到我爸爸媽媽兩個人 我覺得心就很奇怪 很複雜 甚至我看到爸爸媽媽親我 我爸爸親我媽媽 我還會吃醋 我說你這做兒子的吃什麼醋 然後有時候我看我媽媽 對我爸爸羅曼蒂克一點 煮個飯給他吃 我也會生氣 怎麼他煮給他吃 不煮給我吃呢 他問我怎麼辦 我說你相信觀世音菩薩吧 我說我相信 我說好 那我教你一個方法 每天給我唸二十一遍大悲神仲 唸Om Ma Ni Be Mi Ho 求觀世音菩薩加持我 讓我看到我跟爸爸媽媽 我們三個人是什麼關係 為什麼會這麼複雜 因為講very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結果他就真的拜囉 真的 後來呢一個月以後呢 他真的來見師父 他說師父啊 我終於知道答案了 我說怎麼樣 要不要告訴我啊 他很不好意思說 他說原來我們三個人是三角戀愛啊 過去呢我跟我爸爸搶 搶我老媽搶不贏他 結果他被他搶贏了 那他是他老婆 結果非常生氣要報復 所以我就投胎來做他的兒子啦 這是真的啊 所以佛菩薩對一切有疑惑的眾生 他的確可以滿你的願 所以求觀音求地藏 為什麼 因為你就會知道因緣果嘛 你一定很知道 你也會發覺很奇怪啊 我看到這個人很歡喜 其實 各位不用天天去求地藏菩薩跟觀音菩薩 否則他們也很煩 師父是說你在生命當中 真正有很大的疑惑跟心結 你可以問 也不是不可以 對不對 今天有一個佛友真的跟我講 他就真正見到觀音菩薩 像彩虹一般 牽手牽眼觀音菩薩 牽錢啊 相信佛法 不要急 講這個故事是給你鼓勵 我不是像基督教的 來 我們唱Hallelujah 然後呢 我們相信上帝 不是 是他真正的你用功 你音樂成熟的時候 眾生會 佛菩薩是會滿你的願的 對不對 你對生命中有很多的疑惑 有時候你會覺得 很奇怪啊 我跟這個人就很有緣 像兄弟一樣無話不談啊 那個人我看到他 就不太順眼 甚至有個動個念頭 我要呢 捅他一刀多好 真的 我們會有這樣的惡念 甚至呢 你看到那個人 哎呀 那個人很漂亮 有什麼了不起 要是我有錢 我也比他更莊嚴 其實搞不好你跟他呢 過去都搶同樣一個男朋友的 所以我們人的業力是很複雜 這種業力 這個 好 請各位突然翻一下講義 最後一頁 看七十八頁 是不是突然想講 地藏經 七十八頁 第十四行 請各位翻 你的講義裡面 七十八頁 第十四行 這是眼陪老和尚開示裡面 他引了一段經文 地藏經 地獄名號品說 看到了嗎 七十八頁 第十四行 業力甚大 能敵虛迷 能升聚海 能漲甚道 業力真的是很複雜的 好壞千差萬別的業力 是能夠敵過虛迷山的 能夠呢 像聚海一樣 廣大無邊 比海更深 能障礙你修行甚道 所以眾生啊 千萬不要輕以為 你今天動個小的惡念 或做個小的壞事 而沒有罪 死後絕對呢 絲毫都有因果報應的 就算父子是親人在一起 到時候死的時候 是各走各人的路啊 你雖然孝順你爸爸 可是你不能代替你爸爸 代他的業 但是我剛才教你點燈 修行 發願 這個可以慢慢慢慢轉他的業 這段經文是說 縱使父子啊 再怎麼樣的親人啊 在業力現前的時候 這個人是狗 這個人的路啊 其路個別 雖然你能夠碰到做家人啊 可是呢 你是不可能代你爸爸的業 你的爸爸也不可能代你的業啊 所以 各位 業力是很可怕的 對不對 接下來他又講 做人 特別呢 不要認為不要造惡 就可以 你還要廣照善行 那在造惡裡面最大的是 毀謗大臣佛法 決定會多三個道的 地藏菩薩呢 好 再看 第20行 地藏經嚴伏眾生業獲品說 若遇到善之事 不管你過去是有意無意的 傷害自己或傷害眾生 或毀謗佛法 卻你能夠一談指間 歸命地藏王菩薩 什麼叫歸命地藏菩薩 就要拿一個地藏菩薩的佛像 點香或供水 然後頂禮 甚至你能夠念地藏聖號 跟地藏的咒語 世諸眾生 他慢慢慢慢慢慢 就因為你懺悔的力量 還有法的力量 還有地藏菩薩的願力加持 你就會從三惡道裡面 得到解脫 所以各位 我們人與人之間 都有很多千差萬別 複雜的業力 如果你對業力真的很複雜 而不了解的話 請你拜觀世音菩薩 拜地藏菩薩 讓你在夢中或禪定當中 可以看到過去未來的 這個因緣果報 你看到了以後 我們講解靈還虛系靈人 你自己心有千千解 很多解打不開來 那你看到了時候 你就會放下 甚至呢不客氣的說 婆媳之間常常有很多的誤會跟爭鬥 你也可以拜地藏菩薩 你就會看到 原來婆婆跟媳婦啊 都是三角關係 搶同一個男人的 所以今天動不動就吃醋 動不動呢就不高興 不但是這些生事是這樣 過去世也是如此 那假如你不修行 來生一頭胎做人 三角關係 只是換三個不同的身份 還是在一起的 一個當老闆 一個當秘書 另外一個呢 當財務 結果秘書跟財務呢 還是為了一個老闆 兩個人爭鋒而吃醋的 人就是這樣啊 所以業力是很可怕的 有些人 沒有去到處 那是 我會想說 你不想說 那是 那是 我會想說 那是 我會想說 你不想說 那是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